而面对六大工商团体的反弹 健保局长郑手下今天回应说 他已经听到了业界的声音 而如果真的有立法委员提案修法 要降低雇主的负担比例 那么健保局也会尊重 不过4月1号即将上路的新费率 不会喊停 六大工商团体大动作开记者会 反对增加健保负担比例 有民众开始担心 如果企业主不愿负担新增保费 最后可能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由全民买单 这件事情如果政府没办法解决 然后工商团体也不愿意负担的话 最后会丢回来老百姓身上 如果说这样下去 那有钱人只会越来越有钱 那穷人只会越来越穷 也有劳工团体忧心 新的健保费率实施后 雇主可能会改用调降员工投保薪资 调高津贴福利的方式 让员工以为自己的月薪不变 但事实上却是变相减薪 员工日后要领劳退金的时候 后会发现自己的权益被受损 针对六大工商团体的诉求 中央健保局长郑手下 则是希望企业应该要有社会责任 帮员工缴交健保费用 如果有立委提案修法 降低雇主负担比例 健保局也会尊重 但是四月一号实施新制势在必行 很抱歉 这个现在的法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要降低它的负担比例的话 一定要透过修法的程序 郑手下表示 与其他国家相较 台湾企业负担员工健保费的比例 便没有偏高 希望企业可以共体时间 同时也呼吁立法院 尽快修法通过二代健保 因为唯有改采 加户总所得来计算保费 财富和社会公平 记者赖水明徐启峰 台北报道